如果我们看真一点这个题目的话 就发觉 括弧里面的这一件数 就是x加1overx这一件东西 次数实在出现太多次了 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 当然题目就令到我们会想起 不如这个数就等于这一件东西 而至于我们看到有二次方的话 也就是x的二次方 加1overx的二次方 这一件东西 我们也会把它变成 x加1overx整个东西的二次方 减去2 所以出来 就会等于a的平方减2 有了这两个变换之后 包括这一个 和这个等于a的平方减2 那我们有了这两大件东西之后 那就容易办事了 就直接扔下去 把全部弄掉就完成了 所以前面这一件就变成 a的平方减2 这个很大件 其实前面那一部分就是 a-1over1-a 整个东西再来二次方 然后除了 除以a的平方 a的平方减2 减2 这个就是减a 加3 overa的平方减2 减2a 加3 然后我们的目标就是整理这一条 红色的数 就可以搞定了 接下来就会等于 a的平方减2 减2 化一化这个东西 就会变成a的平方减2 a加1 over a-1 a的平方减2 然后再乘 这些数字我们将它整理 就会有a-1 整个东西的平方 over a平方减a加1 那发觉就很漂亮了 首先 a-1的平方 在这里又出现 在这里又出现 就可以弱了 然后呢 这一个分子的部分 就是a平方减a加1的平方 那下面呢 就没有平方 就只剩下一个 所以这个呢 又是可以这样弱 那弱完之后呢 整条式呢 就会变成 等于a的平方减 a的平方减a加1 那出到来 就会等于a-1 那答案 既然只剩下a-1 那是时候呢 就可以代替a原本的真身 下去了 那所以条式呢 就会变成 x加1 over x 减1 那就是这样了 今次呢 这条题目呢 就显得好像很复杂 那样 但其实呢 它是暗藏原基的 那原基在哪里呢 那我们看一看每一个分数 那我整理这个最genetic的term 来说 那这个genetic的term 就是xn over 那两个数箱 整在一起 那发觉这个分数呢 那就可以变成 那略一个分数减第二个分数 那这种方法呢 我们就叫做 列项法 那就是将每一个项呢 那就可以分裂开来 那具体的讲义 那具体的讲义 就是可以分裂成什么呢 那拿这个分数为例 那它可以分裂成为 1 over x1 加 x2 加...这样 加到... xn-1 然后 1 over x1 加 x2 加... 加到... xn 这样子的 那... 那... 我们可以看看 那如果我们把它通了份之后 那份母当然就是 这个 乘以这个 那就会有这个 那... 那... 然后分子的部分呢 就是... 这个分母 那... 也就是x1 加到...xn 減... 这个分母 也就是x1 減到...xn-1 那... 那... 我们发觉... 之后呢 我们得出来的分子的部分呢 那...就是... 1加1...x1 去到XN-1,前面一加一减,就没有了 最后就只剩下单独一个XN项,就是这个了 我们总结就得出一个这样的表达式 发觉在这条数里面,每一个份数都可以这样做的 所以在这条数,我们就会有 第一个份数,就是1overX1-1overX1加X2 至于第二个,就是加 1overX1加X2-1overX1加X2 2加X3 然后呢,先不要加 然后呢,我们就会有 这个X1加X2分之1 我们会看到可以1加1减,这样cancel了 所以呢,我中间的步骤就skip了 我们就知道最后一个term就可以变成这样子 而呢,前面的这个term就会跟之前的第二项 约了 也就是这个呢,都会跟大家说再见了 那这些没有了 这个就会跟旁边的那个没有了 那所以呢,最后呢 我们得出来的结果呢 就等于1overX1-1 这个最后一项 就是1overX1加X2加到去Xn行的 那所以最终得出来的呢 那就是这个份母呢 减一个X1行 所以最终得出来的部分呢 所以最终得出来的部分呢 就是由X2加X3加到去Xn X1就1加减母了 而下面份母的部分呢 就是X1乘以X1加X2加到去Xn 那就是这样子 那发觉呢 在这一类题型呢 那就是真的整天都会看到的 那有时呢 以我所见呢 我经验所谈呢 那这一类题目呢 有时它可能就这样给X1、X2的东西 有时可能呢 它就会写说1乘以1加2 那有时呢 就可能1乘以3 就是给你一个数字的 那... 那什么形式 什么类型都见过的 那... 甚至可能会ABCD 那... 那... 大家如果下次见到 有这一类题型的话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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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